sower就是说在这里呢,咱们需要指定网络的一些超参数,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类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ower,在sower这个类里啊,其实咱们定义了一些东西 我们看啊,咱们先进行了一个处置化,也就是说在sower里啊,这个sower才是咱们实际工作的一个代码 在sower里呢,咱们先是找到了这个train data,以及呢这个validation data,然后啊,咱们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比如说咱们需要指定一些权重的衰减的策略啊,什么叫权重衰减啊 在这里,咱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一个网络吗 咱们要不断的进行一个迭代吧,数据不断的来,不断有输出的结果,对吧 W1还有W2是不断的去调的,但是呢,在调这个W1和W2的时候啊,咱们是不是要指定一个学习率啊 也就是说,咱们一次要走多大吧,咱们希望什么,咱们希望这个学习率啊 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还是,啊,不能说比较大,是一个比较适中的 比如说是等于,啊,是等于0.0.1吧,咱们就随便决例吧 一开始是等于0.1的,然后呢,咱们希望什么,咱们希望随着网络的迭代啊 咱们让这个学习率不断的减小,因为咱们随着网络不断的进行迭代 这个W1和W2已经越来越趋于一个非常完美的W1和W2了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咱们就希望咱们的网络啊,每次更新的小一点 越往后更新,一次每次更新的越小一点 就是说,刚开始咱们大步向前,可以很好的去找到 这样的话吧,一开始啊,咱们是在这个位置,咱们大步向前 咱们去找这个山谷最低点,然后呢,越离山谷最低点越近的时候啊 咱们每次越走就要越小心了,咱们每次走一小点,最终慢慢去达到这个最低点 也就是说呢,咱们希望这个学习率啊,一开始是0.1 经过完了一次迭代,经过了几次迭代之后呢 咱们希望让它小一点,比如说0.95,小一些,下一次0.90 哎,下一次再小一些,对吧,然后,cd少写个0 0.095啊,0.090,对吧 咱们希望咱们的学习率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减的状态啊 咱们让,咱们就是说这里啊,设置了一个衰减的策略 咱们让衰减策略啊,就是说,学习率每一次啊,每一次 每隔几次迭代之后啊,都让它乘以一个0.295啊 让它每一次都衰减一些啊,咱们需要指定这样一些参数 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batch size啊 咱们可以指定这样一个batch是得多少的 也就是说,一次呢,你想让这个网络啊,同时去训练多少张图像 这个e-post呢,就是说咱们最终啊,要迭代多少轮啊 一轮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数据集的量 比如说咱们现在是不是说,选了一个5000张图像当咱们的训练集啊 那么一个e-post,就是说咱们跑完了这5000张啊 一次迭代呢,就是指这样一个batch啊 大家注意这一点 下面还有一些啊,就是说,关于咱们可视化打印的一些东西啊 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它无非的是 它就其实啊,就是指定了一些参数项啊 这些参数项,咱们之前啊,也应该都跟大家说过 然后呢,在这里啊,就是说有个reset操作 这个reset操作啊,就是说,在咱们网络开始的时候啊 咱们先让它的一个啊,第一个e-post,它是等于0的 然后呢,它有一个best validation,一个accuracy 就是说,它最好的一次的验证率啊,也是等于0的啊 一会儿呢,咱们咱还有这样一个best parameter 我们看,这个best parameter让它等于了这样一个字典 也就是说,咱们随着网络的迭代啊 咱们要不断的进行测试吧 每一次网络迭代,咱们是不是都有一组跟之前不一样的W1,WA,还有B1,B2啊 咱们每一次啊,咱们都要去看一下 这个validation啊,就是说咱们验证截的一个精度啊 比没有比刚才发生了一个变化 如果说验证截的精度啊,比刚才验证截的精度要好 那是不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组W1,WA,B2,B2要比之前的好啊 那么咱们就把这一组 W1 W2 B2 把它拿出来 去替换咱们上一次最好的参数 就是说 这个字典是为了咱们保存 最好的一组参数来设置的 然后呢 有一些History History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要画图的时候用的 咱们要把所有的这个 Accuracy还有它的一个Loss值 都保存出来 在每一次迭代的时候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就可以以横坐标为迭代次数 纵坐标为Loss 或者说纵坐标为精度 咱们就可以可视化的显示一下 咱们刚才网络 做这个事儿做得怎么样 好 那么下面也就是这样一个 参数这样一个 就是说咱们不断找参数的过程 其实我们看 下面还没有一些比较重点的东西 其实下面这些东西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重点 之前也大家说过了 就是说下面这个参数 就是这个step参数 就是说咱们要训练这个网络了 在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呢 咱们先是 numpy.np.random.trice 就是说 咱们随机的 在这个train里边 选了这么batch size个 batch size个训练数据拿出来 然后呢 拿当前这个batch size 大概是等于100个吧 咱们拿这100个进行一次前样传播 算出来这样一个Loss值 我们看这里算Loss值 算Loss值之后呢 咱们要算这样一个T度值吧 在这里咱们还要去算它的一个T度值 算T度值之后呢 咱们还要去更新这个T度值吧 咱们要不断的去更新这个网络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下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值得注意的 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CheckAquity 这个函数就是说 对比一下咱们的结果啊 它的一个精度啊 对比精度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没什么难度 就是看一下你网络输出的一个预测值 跟真值之间的一个差异啊 如果说一样的咱们就说预测对了 如果说不一样咱们就说预测错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点啊 我看一下这里应该有一个学习率衰减的 找一下 我们看啊 在下面 在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看 在当这里啊 就是说当咱们进行迭代的时候 我们这这块有一个我们的学习率进行衰减 我们看啊 这块把学习率啊进行了一个更改吧 把学习率的值进行了一个更改 也就是说 让学习率的值啊 再乘上一个一个小数啊 一个小一的数 比如说是0295 也就是说呢 咱们可以设置这样一个循环啊 让它每一次每一个e-poach 让它的一个学习率啊 不断的去递减 那么越往后呢 它的学习率啊是越低的 其实啊 咱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事 那么这些函数啊 这些函数其实就是它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啊 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下面呢 就是一些打印的操作 打印的操作咱们也不说了 打印的操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难度 然后咱们下面就来说一说啊 关于C还有一个 最最好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参数的选择 就是说 其实呢 在咱们训练的时候啊 咱们要每一个e-poach 都要进行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说 咱们要看一下当前的validation的一个accuracy 跟咱们现在 咱们刚才是不是定义了一个best的 那个validationaccuracy啊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最好的一组模型的参数啊 咱们要进行对比一下 看一看咱们每一次迭代完之后啊 这组参数是不是要比上一组好 如果说比上一组好呢 咱们就把当前的参数啊 进行这样一个更新啊 咱们要不断的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好那么下面啊 下面刚才给大家说的 该说的应该都说了 也就是说 咱们是分成了这样的几个模块来做这个事啊 分别是data啊 是咱们去取到咱们这个数据 然后呢 这个model啊 是咱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网络模型 以及呢 前向传播反向传播 这个sower呢 里边啊 就是说传了一堆的超参数 然后呢 咱们让这个sower去train一下 这个sower.train在这儿了 这个sower.train啊 就是说 嗯 大家说一下流程吧 就是说它首先先去找这样一个bitch 咱们随机的去找出来这样一个bitch 找出来这样一个bitch之后呢 咱们就拿刚才所写好的 这个网络的架构啊 咱们让它前向传播一次 算一下它的一个这个sower值 以及呢 它的一个loss值 算一下这是一个前向传播啊 前向传播完了之后 反向传播 反向传播算一个 这样dw1 dw2 db1 db2 然后算完这个之后呢 咱们再用 咱们再进行一个权重参数的更新啊 就完成了咱们一个完整的网络迭代的过程 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写好的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在CFAR这个数据集上的一个表现效果会是怎么样呢 咱们来运行一下 咱们稍微等一等啊 这个运行运行起来的速度啊 还是啊 说不上快也说不上慢吧 现在呢 就是说咱们一个e-poach 一个e-poach的进行迭代 那么一个e-poach啊 大概就是将近5000张图像吧 也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集 我们可以看啊 随着e-poach不断的增加 咱们每一次迭代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打印出来的是一个训练时候的精度 以及呢 这个validation 咱们验证的一个精度 咱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随着这个每一次这样的一个 e-poach的迭代啊 它的一个精度啊 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吧 我们看一开始是多大 一开始是等于0.1吧 对于这个tune 还有这个validation来说 因为呢 一开始咱们是一个随机初始化的参数吧 一个随机初始化的参数啊 对于一个十分类人物来说啊 它应该也就是0.1左右 那么随着咱们迭代进行啊 它这个tune的accuracy 以及呢validation的accuracy啊 都在不断的上升 但是呢 大家现在发明发生一个现象 咱们这个tune的准确率啊 这个精度啊 还是在上升 但是呢 这个validation的准确啊 却不再上升了 说明一下什么事啊 而且这样的值啊 差的也比较大 一个等于快0.8了 一个还是等于0.4的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就说明咱们的网络啊 已经出现了一些过拟盒的现象了 那么出现过拟盒的现象 一方面来说 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 咱们的这个学习率啊 可能偏大一些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也可能是咱们这个by size稍小一些 或者说 咱们的训练级啊 稍小一些啊 就是说 咱们的网络啊 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 因为呢 现在只是这样一个两层的网络啊 一个两层的网络啊 它的学习的效果啊 可以说是啊 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 很高的标准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刚才画的图 刚才有是不是说啊 就是说 在每一次迭代的时候啊 是不是咱们把这个loss 以及它的一个accuracy啊 都保存下来了 那么这个图呢 画出来的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上面是一个loss的曲线 我们你看啊 这个loss的曲线 是在不断下降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accuracy曲线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趋势啊 上面蓝色的是一个训练的 这个绿色呢 是一个验证的 咱们看啊 对于蓝色和绿色来说啊 刚开始啊 它们的准确率啊 都是在上升的 然后呢 这个训练呢 是趋于一个 继续往上走 然后呢 这个valutation啊 是趋于一个饱和的 那么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这个曲线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这个曲线告诉了咱们 咱们现在的这个网络啊 它发生了一个 过拟盒的现象 那么对于这个 过拟盒的现象来说呢 就是说 咱们网络啊 虽然这个twin的时候 它的loss很低啊 准确率也很高 但是呢 它实际的表达效果 并不会很好啊 咱们一会儿 是不是还有一个测试级啊 咱们还可以拿测试级 来测一下 咱们看啊 咱们现在的训练级 是85%的精度 然后呢 这个valutation 是41%的精度 一会儿呢 咱们还有500个 这样测试的图像 咱们再拿 那500个来测试一下 看一看 那500个精度 到底是跟twin的一样 还是跟valutation的一样 咱们先把它关掉 好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结果在哪啊 这块我还打印了个东西 就是说在这块 最后的时候 咱们还是去计算了一下 在咱们的测试级啊 就是那个test级上的一个效果 我们一看啊 它的一个valutation 就是说验证级上的一个 这样的acquacy啊 大概是0.42 但是呢 它的一个训练级啊 是能达到0.85的 咱们来看 最终的测试级达多少 达到0.40 也就是说 其实啊 这个最终的结果 跟咱们valutation上的结果 差不太多 但是呢 跟咱们twin上相差 是比较远的啊 因为咱们的 现在的 无论是从数据的量上来说 还是从咱们网络模型上来说啊 或者说从一些参数调优方面来说啊 咱们都没有进行一些额外的操作吧 咱们只是拿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啊 先给大家把这个模型 给它跑通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大家就是说 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咱们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咱们在哪块能不能稍微的改一改 使得咱们的模型的效果更好一些呢 咱们也可以自己亲自动手去玩一玩 那么关于啊 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小案例啊 今天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咱们是用了这个CFAR数据集啊 就是说 给大家看了一下 咱们的神经网络啊 处理图像分类任务啊 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么现在呢 咱们是用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来处理一个图像分类任务吧 在咱们之后的课程啊 咱们主要还会去说 咱们怎么样用一种叫做 卷积神经网络来玩这个事啊 咱们一会儿 不是说一会儿 咱们到时候再给大家来说 卷积网络那个事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也可以直接给我联系啊 这里啊 我就把我的QQ号给大家留下吧 是这个 474241623啊 这个这串数字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代码啊 数据啊 或者说对咱们的课程啊 有哪方面的啊 就是说哪块 不是很懂 咱们都可以一起在讨论讨论啊 我也是非常希望 大家能够与我进行一些 深度学习啊 阶级学习啊 数据挖掘啊 等等 就是说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领域啊 我都是非常欢迎大家 跟我进行一个讨论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大家对咱们的课程 有哪些啊 不满的地方 就是说 可能哪块讲的不是很清楚啊 也方便 也是欢迎大家跟我反馈一下 或者说呢 大家希望我之后啊 再讲一些哪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 开一个什么样的课啊 或者说 在哪一个节上 再加增加某些内容啊 也是欢迎大家 与我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 好的 那么今天啊 就与大家先说到这里吧